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学习了使用converse进行文字的渲染 那么首先最简单的文字渲染形式就是在指定了context.font的时候 使用fill text这个函数或者使用stroke text这个函数 在converse画布上进行文字的渲染 对于context.font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了解到它其实和css中font属性是一致的 可以对fontstyle,fontvariant,fontweight,fontsize和fontfamily五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复制 对这五个方面我们在这一章中也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我们可以使用textalign这样一个状态 来设置文本的水平对齐的样式 使用textbaseline这样一个状态来设置文本在垂直方向的对齐样式 随后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可以使用meritext这样一个方法 获得一个对象 要用这个对象的vis属性 就可以度量所绘制的文本 在converse画布中的宽度的像素值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在使用meritext前 一定要对所绘制文本的font属性进行设定 那么这一章就全面的为大家介绍了converse的文本渲染相关的所有API接口 那么现在大家在星空的这幅画面上加上自己喜欢的文字来进行点缀 应该就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 大家不妨自己试试看 也不妨灵活的使用文字来创建属于自己的小应用 比如一个填词系统 比如一个文本编辑系统 比如一个字体的实验系统 大家不妨开动脑筋 综合应用我们学习的所有知识 使用converse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妙应用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